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不变随缘 今天,师父跟大家讲讲随缘 众生随缘就变 修行人随缘不变 佛菩萨不变随缘 一个人的变,其实就是自己的心 心变,念变,意变,情变,人变,事变 众生随缘就变 因为有贪念和忘心 人只要一贪,瞬息万变 心无定处,到处挂碍 犹如拍卖房子 刚跟人家讲好了这个价格 忽然知道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 房东的心马上就变 人是跟着外境妄动 所以没有一个人说的话可以一辈子保证的 因为人心本来就是妄动散乱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 同时可以换五六个人 就是一颗忘心 就是一颗定不下来的心 随缘随缘 智慧解决众生缘 学佛放下人情缘 解脱烦恼 是随缘 佛菩萨 佛菩萨不便随缘 因为这是佛性的自然流露 只要你有佛性 你就拥有真心 佛性真心 不管出于何种境地 都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才能做到 以不变 应万变 人的起心动念 顺息万变 人的心理行为 也是在外因利益的诱惑 和引导下起着变化 用现在科学家的话讲 就是外因的条件 促成你内在变化的根据 所以学佛人要学菩萨 如如不动 万境随缘 一切尽在随缘中 平静之中 见真情 人情不如慈悲心 人情四指 张张薄 虚幻人生 虚看破 要锻炼自己 适应外环境 是有生有灭的 不管怎么样 外环境的生灭 也只是瞬间的 想在世间找出平衡 很难把握尺度 只有找回自己的真如本性 你才能真正地 不变随缘 但一般众生 认为随缘 就是对某件事 无奈之后的放弃 这种放弃式的随缘 其实 它会迎接着 下一次的失败 真正的随缘 是通过智慧 解决问题 避开风险 巧妙迂回 在逆境中 找顺境 在困难中 前进的一种对峙 所以佛教界的随缘 在生活上 修行上 其实都是在 烦恼问题上 拥有真正的 明智选择 例如 舍去 放下 解脱 真正的随缘 是在不变的前提下 才随缘的 并不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 而随社会的缘分而走 并不是大家都会贪财 你也贪 这就是学佛人和不学佛人 在烦恼问题上 智能和非智能的智商取向 烦恼人生 烦恼道 忙来忙去 一生好 人间就是 无常道 出离红尘 觉悟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